大家好,這次主要是講印度神話 我主要是講加尼,不過要講加尼就一定要經過很長時間的描述才會明白 其實印度教體系很弱一講一講,分三大主神 有創造神梵天,保護神秘濕露,破壞神濕婆 繁天的職責就是創世的,類似大地、河流之類的 但是因為世界已經完成了,創立成功了 其實繁天的職責基本上是沒有工作 而且對於人民來說沒有利用價值 所以在現代印度來說,信奉繁天的信徒是極少的 因為你沒有工作求他,他沒有利用價值 而繁天本身的性格也就是這樣,他覺得做完事就什麼都不理 對世事是不民不民的 其實三個主神裡面被濕露是最慘的 他專門負責執首尾,有什麼麻煩事都要靠他解決 特別這個濕婆經常搞了蘇州市都是要保護神被濕露出來 就是出來拆碰他 本來繁天是有五個頭 其實有一次濕婆跟他爭論誰是最厲害的時候 濕婆一路之下斬了其中一個頭 這件事... 即是被濕露覺得濕婆太過份了 所以外面是調停的 因為濕婆就算他厲害也好 他不可能同時對著梵天和被濕露兩個相等實力的神 所以他最終都理規 始終都被濕露搞定 那破壞神濕婆的名字雖然叫破壞神 但是在印度的信仰裡面有破壞才有創造 即是代表有生才有死 還有有死才有生 即是沒有破壞就不會有創造 所以印度人對濕婆的信仰度是最高的 還有如果沒有資料沒錯的話 現今印度人最多信徒的就是濕婆 但這個遊戲不知道為什麼只有四星 這個是非常之不可能 跟天照一樣是不合理的設定 那這裡不多說了 那我就很快就飛過去了 那濕婆的性格就是 亦正亦邪很特別的 他很瘋 瘋起來就很瘋 但他就 善良起來就會很仁愛 即是對世人 話說他的老婆是叫做 薩堤 薩堤 他們兩個就非常之恩愛 但是薩堤的老爸 即是濕婆的外父 就很不喜歡濕婆的 因為濕婆是一個很喜歡修煉 即是類似一個苦行真的人 他就很喜歡修煉自我 那濕婆就經常 打大赤腳地走來走去 很放任啊放浪那些 那外父就很不喜歡他 話說有一次他外父就現請了 全部神禮參加的宴會 那唯獨是就沒有請了 那濕婆的老婆 薩堤很生氣 就去找他老爸 即是爭論 那他老爸就不停侮辱薩堤 那但是薩堤就 即是不停維護自己老公 那薩堤一路之下 就投火自盡 那就是一個獵女 基本上是 即是自殺給你看 那濕婆知道這件事是大佬 那立刻帶動乾火 那一劍就把他外父的頭斬下來 然後由於過度悲傷 就開始跳舞 因為其實濕婆有武王之稱 武是指跳舞的武 即是現今很多武道都是濕婆創立出來的 那但是他這些毀滅之母 在這裡踩 那世界就開始破滅 即是大地出現滅層 那樣 那但是又沒有人阻止到他 因為三大主神的法力是無邊的 那其他的濕碎神就阻止不到 那這個時候 那這時候 那些笑話一定不理 即是死的 即是他在睡覺的 那唯有被濕奴出面 那被濕奴就跟濕婆打了 那兩個打到平手的 那被濕奴沒辦法 之後就把薩蒂的屍首 即是他老婆 就切成很多墳 然後散落在世界四周 那濕婆就見到萬年驅悔 那他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戰意 那他決定去這個 喜馬拉雅山修行 獨自修行 對 那就是傳說我記得好像是 修行了一萬年 對 那這些神話的東西 當然是誇張的 對不對 那就是 話說薩蒂 即是濕婆的老婆 那其實在這段時間 已經 頭胎轉世了 那他就化成了這個 雪山神女 那就是我們現在 我現在用著這隻 山神 一隻神法一隻進化 那他 其實我就喜歡 叫他做 雪山神女 多一點 因為喜馬拉雅山的 神女 那因為 雪山神女 他就有前世 薩蒂的記憶 他知道 濕婆是自己的 夫君 那他也對濕婆 是非常之愛慕的 那他就經常接近 濕婆 想和他再續前緣 但是 濕婆 其實就不知道 他是自己老婆的前世 來的 那因為他覺得 就是我修行 你那些女人是邪魔外道之物 就是阻著她修行 那其實濕婆三番四次 就是對她的惡言相向 和是不想接近她 是的 那 好失望 雪山神女 那中神就給了他一條屎 那他就叫了一隻愛神 即是印度的愛神 去射濕婆 那果然濕婆看到神女 就大為愛慕 即是驚為天人 但是濕婆始終很快發現 是愛神搞鬼 那濕婆大老 當然 就是你 好像被人玩 我是 堂堂這個主神 那濕婆就開第三隻天眼 一夜就燒死了愛神 對了 但是愛神 愛神死了之後 始終很大問題 因為印度沒有了愛神 人人沒有了愛情 真的不行了 結果 豬神就把愛神復活 但是因為他被天眼燒到沒有了形態 所以印度的愛神是無形 即是透明的 基本上 只有靈魂存在 因由就是被濕婆燒到沒有了樣子 好 雪山神女 出動到愛神都不行了 所以他就很失望了 但是他就隨即決定 跟隨濕婆一起修行 因為他就想用這個修行來打動他 但是濕婆結果有仇 即是他覺得這個理由合理 即是因為想修行而一起同行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合理的理由 他就答應了這個雪山神女 他就 雪山神女就跟濕婆 結果在喜馬拉雅山就修煉了三千年 所以雪山神女也有個稱號是三千年得到的 最後濕婆就 等等 最後他有一天就 嘩 打那麼多一下 這個絕招 又突然有一個人就 上到山上 就對著雪山神女 不停說濕婆壞話 即是不停說她是那些黑衣 那些 即是 那些 很流行 很想不到大體的神 那 神女就不停去爭論 即是不停地維護濕婆 對 這樣爭論了很久 這個 說濕婆壞話的人就突然間 變身了 變了濕婆 那原來這個人是濕婆 特意變來 即是試探這個神女 那結果他就見到神女 就很不停地為自己說好說話 對 那濕婆終於受到感動 終於就答應和這個神女結為夫婦 那再續這個前世姻緣 那其實他兩個是宿世姻緣 這個 對了 那這個濕婆和神女兩個的愛情故事 其實就在印度神話都很有名 這個時候 有一個叫做阿修羅王 多羅加的人 他就向梵天祈願 希望獲得這個 不老不死的能力 即是無敵戰神的能力 那梵天一開始就沒有答應他 但是 多羅加就跟梵天 他就說 不如 除了一些初生之族的女 即是BB女可以殺到我之外 就沒有人可以對付我 這樣 那梵天覺得這件事挺過癮的 他覺得都OK 好像有點 看頭 結果他答應了 賜予這個阿修羅王 多羅加這個無敵 不老不死的能力 除非 即是初生之族才可以殺到他 結果獲得這個能力之後 阿修羅王多羅加 馬上就率領阿修羅 攻打這個天界 由於他獲得了梵天這個 賜給他的能力 所有天神都 完全耐他不好 但梵天見到就知道 是他自己搞出來的 但是 三大主神有一個特點 他就不可以 納亂干預這個世事 除非是那樣東西影響到這個世界 或者是影響到這個宇宙定律 那三大主神才可以出手 但是阿修羅攻打這個天界 他最多都是令到這些 中神 諸神是換一換 即是換一換這個話事人 其實對三大主神是沒有影響的 所以他三個人是不可以直接出手的 但是那些神又不夠他打 因為他有無敵的能力 是梵天搞出來的 但是梵天又不能管 那他就 貫徹他自我 他就不理這件事 他直接回去睡覺 那秘室盧和濕婆 又不可以出手 那這個時候 雪山神女就出來了 他就不是主神 他是一個女神 那他就答應我來搞定這件事 那中神其實已經被阿修羅的軍 是打到一招一招 那一聽到神女肯出來 即是承擔這個責任 當然很開心 那雪山神女這個時候就化身了 他就... 即是他分了一個身出來 那就是... 相比和希臘的亞典娜 是差不多的 戰鬥女神 那但是蘭筋母是更加瘋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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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o 那... 在這時候 那... 那 把他的頭斬下來,輕鬆將阿修羅軍擊退 這個時候阿修羅軍大亂,因為在蘭禁武的勇猛之下,全軍是流不成軍 但這個時候,阿修羅王多羅加就出現了 他獲得了凡天賜給他的能力,蘭禁武每斬他一刀 他每流一滴血就可以變成化身,很瘋的 所以你斬他越多,他的血就不斷化身,化到山谷都是化身,多到看不清 結果蘭禁武是被迫敗走的 這個時候蘭禁武很生氣,因為他是女戰神,他就極度憤怒 他由他的憤怒產生了一股黑氣,這股黑氣慢慢化身成一個女性的形態 他又化身成另一個女戰神,他就是嘉莉 嘉莉相比起蘭禁武更加瘋的,他的樣子就面目真靈,很憤怒 因為他完全是憤怒和負面情緒的化身 所以,比起蘭禁武更加瘋的 他立刻狂斬,即是對著阿修羅君 但始終他仍然對著多羅鑑,仍然無可奈何 因為他每斬一刀,嘉莉是狂斬的,但他每斬一刀的血就化身死了一個化身 無限倍率的循環,是斬的也斬不死了 嘉莉因為是剛剛出生的,他就剛剛化身出來的 他的性格就類似一個瘦女,嬰兒女 他見到那些阿修羅王在不停復活越來越多,他就很生氣 他一路之後就說,你不停出,我就一夜吞,喝乾了那些血 他就狂飲了,一口一口把那些阿修羅王吃光 連著他的血都喝光 結果成山的阿修羅王被嘉莉全部吞光 非常瘋的 結果終於解決了阿修羅君的威脅 但問題還未完 因為嘉莉是一個小孩子的性格,他贏了之後就很開心 他學了他的老公,即是濕婆 因為他的神女化了一隻蘭筋母,蘭筋母就化了嘉莉 其實這三個都是他老婆 嘉莉不停跳舞,很開心,慶祝 但他停不停跳,又跳到山崩地裂 濕婆這個時候就犧牲自己 被嘉莉踩著跳舞 用自己的身體來頂住滅頂之災,即是死亡之母 避免這個世界滅亡 這方面就可以看到濕婆 就是慈愛的一面 所以如果你見到很多嘉莉的畫像 你永遠都會發現他的腳是踩著一個男人 其實那個男人就是濕婆 你Google上所有嘉莉都會看到是踩著一個濕婆 因遊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濕婆為了阻止嘉莉跳死亡之母出現 基本上嘉莉這個故事就是差不多 所以印度教最出名的兩個女戰神 就是蘭筋母和嘉莉 這兩個瘋婆就是代表印度教的戰鬥女神 其實說多一件就關於濕婆其中一個兒子 話說有一次雪山神女就洗澡 他就想找一個人守住門口 不要被人裝 他就隨手在地上拿些肚子 弄了一個人形出來 吩咐他所有人都不讓他入屋 然後去了洗澡 這個時候濕婆就回家了 因為這個泥人就守住門口 因為他媽媽神女就說所有人都不能進去 他就包括了濕婆 濕婆當然很生氣 我回家就阻礙我 他就一刀一刀就斬了他的頭 神女沖月糧之後 看到自己的兒子 因為自己用泥做出來也是兒子 看到兒子竟然被自己的老公斬死了 很傷心 那濕婆知道這件事之後 很內疚 因為兒子是盡忠職守 遵守他媽媽的命令才會這樣 那濕婆就找這個秘瑟 沒有辦法拆掉他 可以復活回兒子 他就跟濕婆說 他就指著這個方向 那你向這個方向走 你見到第一個動物的頭 你就拿去融 他就是可以做你兒子的頭 那濕婆是有辦法 結果他走了 所以他看到第一隻動物 就是一隻匠 所以濕婆其中一個兒子的形象 就是一個匠頭神 因為濕婆把匠頭 砌在自己兒子的頭上 我典故就是這樣 因由 其中一個軍神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都是加什麼鬼 那是帳頭神 就是濕婆仔 就是這樣 另外說的 其實在印度教裡 牛是不能吃的正常 原因就是 牛是濕婆的坐騎 印度人就為了尊重濕婆 所以就是不能吃牛 基本上 牛是很神聖的 在印度教裡面 就是這個恩友 來到這裡先 希望下次會不會有別的東西說 下次見 拜拜